末月砍电影,越砍越过瘾 大家好啊,我是末尔耶鸭 208秒拯救155条生命 是否算得上英雄呢? 航空委员调查会上 萨利机长及其副机长正在接受调查 调查内容为 1月15日,美联航1549号航班 迫降哈德逊河事件 美国时间2009年1月15日 萨利机长连同航班组成员 由纽约拉瓜迪亚机场飞往夏乐特 作为40年飞行经验的机长萨利 对于他来说,无非是一次简单的航行 但这次却发生了不同 飞机攀升途中,一群飞鸟迎面相撞 导致飞机两侧发动机故障 只能处于滑行状态 萨利机长紧急联系塔台 寻求技术支持 塔台建议萨利机长返回拉瓜迪亚机场 但操作过程中,飞机不断下跌高度 如果强行返航 飞机可能会撞向建筑物 萨利再次建议右手边另外机场是否能够停留 得到答案允许 但飞机开始产生抖动 并且飞机系统报警有障碍物风险 危机关头,萨利机长关闭塔台对话 打开飞机内部通讯 全员紧急迫降 听闻讯息,机主人员不断重复 报警,报警,报警 低头,请趴下 而机长那边选择紧急迫降在水面上 得知消息的塔台工作人员落下了眼泪 他明白不可能迫降水面 155个鲜活生命可能立即死去 而飞机在萨利的操作下神奇的迫降成功 萨利有序的疏散人群离开飞机 并在检查两次飞机内部后 最后一个登上了救身体 相关救援船只也陆续赶来营救 顺利登上路面 萨利机长却无法冷静下来 直到航空公司工作人员过来说明 155人全员身怀 他的心才放了下来 时空越回到调查会 虽然萨利拯救了155条性命 但委员会觉得萨利操作失误 导致损失客机 并且已经动用电脑模拟飞行进行审查 萨利没有说什么 但心里却有是失落 离开了调查会 副机长在车上抱怨调查会的无情 但萨利选择了默默承受 来到临时下榻的酒店 门口记者隐心成牌 萨利一言不发 全美的人民都奉萨利为英雄 但保险公司和委员会在意的 却是航空责任 无情的压力让萨利郁郁寡欢 副机长安慰萨利会好的 电脑会证明你的操作是对的 你会成为英雄的 但萨利却有些不安 并说道 搞笑的是 40年来我接送100万名乘客 到头来 却只能因为208秒内发生了事情 去判决我 陪我跑一会儿吧 委员会的下次调查会上 他们告知了 萨利通过模拟飞行 是可以成功返回机场的 而这些内容 很快就会通过听证会 公之于众 而萨利会撤职 并且背负这次事故的主要责任 从英雄跌落到事故的祸首 萨利独自一人 来到酒吧 电视上还在报道 萨利的英雄事件 但萨利的心却无为砸成 沉重的房贷 以及往后的生活 马上就要轰然倒塌了 电视上却传来了一个词 时机 似乎瞬间点醒了萨利 他电话同事 希望调取当时的黑匣子记录 并在听证会上使用 他知道这一切的转机在哪里 听证会上 委员们播放人工模拟返航实况 两台机器都能够正常安全走路 他们言简意该地表达了萨利的责任 并问着萨利 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而萨利 镇定自若 我们可以参考真的了吗 这个模拟 你们模拟了多少次 女委员回答道 17次 但确实安全返航了 萨利继续追问 那么 他们是否 有和塔台联系的时间 这一问 让委员争住了 他们紧急商量 最后确认黑匣子时间 萨利和塔台通话35秒 副机长小声说着 这时间有误啊 但萨利 却没有说什么 模拟重新开始 两台机器都被飞鸟干扰后 停滞35秒 而结果 全都是罪毁 委员们突然雨塞 女委员眼泪落了下来 故事的最后 萨利喜气了失误嫌疑 继续自己的机长之旅 Ending 本片萨利机长 是真人真事改编 有兴趣的 可以去找寻下纪录片观看 里面诸多细节 无法用言语表述 但却动容在萨利机长 208秒的决断里 但却觉得有些唏嘘 正如电影里面说的 40年的安全飞行 竟然需要靠208秒来决断 英雄只有在危机发生 才能被歌颂吗 这不由的让我深思 无数默默守护我们的人 如同萨利记长 那40年的飞行 一样值得我们去赞美 我们不需要英雄 因为英雄就在你我中间 不是吗 我是莫言 每天我砍够的话 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次见了